FIR 菲尔乐团前主唱詹文婷单飞后 指控团员兼恩施的陈建宁 在劳动家的保证书等文件上 尾签自己的名字 表示自己没有印象有授权其他人代签 更控告陈建宁以及华言的董事长总经理伪造文书 对此陈建宁则反过来告詹文婷 诬告和妨害名誉 最后文件由相关单位鉴定后 确认是詹文婷亲笔签名 确认此案不构成伪造文书 而詹文婷被控告的部分 检方考量到陈建宁曾说过他很容易忘记事情 并在初次侦查时 以罪嫌不足等理由不起诉处分 事后詹文婷又在社群提到竟然想提告 就是没有误会没有忘记 没签就是没签 双方对于不起诉的处分 人不服 并向高检署申请在意 最后检方认定保证书上是他的签名 人控告陈建宁等人 13日詹文婷依误告罪起诉 陈建宁等人依旧维持不起诉处分